就在汐止中心路浮的二路口只见大型机具 人员一早就进场施工将道路挖开抓漏 主要是因为五月中公所就接豁民众反应 在路口有出现路面严重的军列下陷行车不安全 所以在第一时间就先灌江抢修 只是灌了四车之后发现还是没用 没几天同一个地方还是有塌陷的情况 原本灌的水泥都被流掉了 现场我们现在有看到说破管的地方已经找到了 然后它的水流蛮大的 因为这边中心路的管线 有些地方都大概都已经二三十年了 水公司它也是有个规划说未来要去做一个换管 那这个地方目前我们所看到就是说 因为水流非常的大 五月十八号灌江下去的水泥 其实很多都被冲走了 那水公司它就赶快进场来做一个抢修 可能在修维修 对可能要尽快给它改善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底下的自来水管破管 挖开一看整个自来水从破管处 大量流出 周边的路基不断重刷掏空 造成路面塌陷 31号上午自来水公司紧急进场 整个开挖抢修 气质区长也到场关心情况 也预计当天要抢修完成 这两天又接获通报说 下线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善 那我们就通知水公司来现场做会刊 那已经有做确认了 那那个确实是水公司 那个自来水那个的水管爆管 那在今天早上 那个9点开始开挖 那整个工程预计在下午5点之前 应该可以顺利完工 那整个的漏水点也都已经找到了 那那个应该不会 那个影响到 那个今天的那个尖峰的一个 车流的一个状况 事后地区居住人口多 中心路服的一二路交通繁忙 利用白天离风时段抢修 要赶在下班时间5点前完成 能恢复交通 后续再进行大面积的路面重铺 保障人车安全 加上慧玲 西纸采访报道